大家好,我是Isaac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黄姜粉炸鸡 我今天用到的材料有 鸡腿八个 黄姜粉一大汤匙 咖喱粉 一小汤匙 喜欢吃辣的也可以加入辣椒粉 柠檬汁 这里有一个柠檬 鸡蛋一个 盐一小汤匙 将所有的腌料都放在鸡腿上 然后戴上手套 抓拌均匀 记得一定要戴上手套 不然你的手就变成黄黄色 很难清洗了 然后将鸡腿放进个密封袋里面 放进冰箱 腌制隔夜 第二天从冰箱里拿出鸡腿之后 先让它自然解冻两个小时 然后才拿去炸 开火 热油 八个鸡腿 我分两次炸 鸡腿都放进里面之后 就转中火 先用中火把鸡腿炸五分钟 然后转大火炸一分钟 八个香喷喷的鸡腿 都已经在桌上了 绝对是外酥里嫩 再配一壶老班章普洱茶 简直就是无敌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就请给个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